男子精心策划杀害前妻,无辜现任蒙冤入狱 466天后,真相终于浮出水面 2014年4月8日,在德克萨斯州阿玛里洛市的一条乡村道路上 三名司机惊异地目击了一辆SUV停在路边 旁边似乎有一个人倒在地上 但出于恐惧,三人并未接近,而是选择立刻报警 大约15分钟后,警方到达现场 发现一名女性躺在她的SUV旁 现场未接手机、钱包或任何身份证明 车辆登记信息显示,这辆车属于罗宾斯·皮尔博尔 罗宾,随于1981年10月23日 奥克拉荷马州阿尔图斯空军基地 1995年,牵制阿玛里洛 在一家咖啡馆工作时,她遇到了杰里米斯·皮尔博尔 她的军女背景让罗宾想起了自己的父亲 两人迅速陷入爱河,不久后步入婚姻的殿堂 尽管罗宾的父母对这段速成的关系感到惊讶 但他们相信女儿找到了真爱 2005年,两人结为夫妻 随后育有两个孩子 但生活的重压逐渐显露出他们婚姻中的裂痕 他们尝试通过教会来巩固这段关系 在教堂,罗宾结识了凯蒂·菲普斯 她是一名犯罪法律学生 罗宾信任凯蒂,让她成为家中常客 然而凯蒂与杰里米的关系逐渐超越了友谊 当罗宾发现丈夫的背叛后,她提出离婚 杰里米似乎对家庭的破裂不以为意 她迅速与凯蒂结婚 罗宾眼淫经济问题搬回父母家 与杰里米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当杰里米未能归还借责的400美元抚养费时 两人的矛盾升级 更糟的是,杰里米和凯蒂住在同一条街上 罗宾每次回家都不得不面对这对夫妇 2014年4月7日晚 罗宾在安顿好孩子们后 告诉母亲她会晚些回来 但她未归 第二天,路人发现了汉系路边的SUV 同时,罗宾的母亲惊觉女儿未归 起初不胜担心,但随着时间推移 焦虑逐渐升级 上午11点左右,罗宾的父亲报警 那天晚些时候,一篇新闻报道 让罗宾的父母确认了最坏的猜测 那辆车是女儿的 报道还提到,现场有一只尸体 现场勘察中 鼠鼠们注意到罗宾的车窗上有粉红色斑点 显然是金属物体多次瞧及留下的痕迹 罗宾遗体的检查显示,她头部 颈部和面部遭受了多处顿气打击 由于罗宾的手机和钱包不见了 叔叔们最初假设这是一场抢劫 午后,警察联系了罗宾的父母 并证实受害者是他们的女儿 警方随后启动了调查 很快发现了罗宾个人生活中的困难 调查人员接着拜访了杰利米和凯蒂费普斯的家 凯蒂声称除了从新闻和其他人那里听到的 他对罗宾的死一无所知 杰利米也声称他没有任何有助于调查的信息 不知道前期发生了什么事 接下来的几天里 当局正式审问了斯皮尔伯尔夫妇 杰利米告诉警方 当晚他在叔叔家过夜 晚上9点给凯蒂发了短信 他还记得自己在晚上6点左右给罗宾发了短信 但他没有回复 警方从网络运营商那里获取的数据 发现罗宾和杰利米约定在4月7日晚上见面 这一信息意味着杰利米在审讯期间对警方撒了谎 他们再次审问了他 调查人员要求他解释这些短信内容 杰利米承认在首次谈话中对他们说谎 他表示 那天晚上本应和罗宾见面的 只如先前提及的 杰利米家就在罗宾父母家所在的街道上 他说他们想讨论即将到来的学年孩子的探视 以及一些未来的计划 但最终罗宾并没有出现在他家里 罗宾和他的新妻子凯蒂之间的关系 自离婚以来一直很紧张 这就是杰利米为何对这次会面保密的原因 杰利米告诉调查人员 他知道凯蒂打算在朋友家待上几个小时 所以他觉得可以在家里和罗宾见面 罗宾对凯蒂的敌意 以及凯蒂对罗宾的态度 使得调查人员很感兴趣 在罗宾眼中 凯蒂不仅是背叛者 更是篡夺了他生活中的位置 罗宾无法原谅曾经的职友 那个悄然进入他家门 却最终掠夺了他丈夫的女人 凯蒂对罗宾的敌意同样选 他怀疑即便离婚后 杰利米与罗宾仍保持着某种不正当的关系 在罗宾约害前四天 凯蒂向杰利米发送了超过300条 充满愤怒的短信 内容涉及他对杰利米与罗宾关系的怀疑 在其中一条短信中 凯蒂写道 我会亲自解决这个问题 这条信息令人不寒二厘 似乎暗示了即将发生的悲剧 案件在尸检结果公布后 出现了意外的转折 原先认为罗宾 罗宾是因头部遭受多次重击而死亡的初步判断被推翻 尸检过程中 在罗宾的头部发现了一颗子弹 他的死因是被一枚22口径的子弹射中 然而从罗宾头部取出的子弹严重变形 使得详细的弹道检查变得不可能 在最初的现场勘察中 由于警方认为罗宾是死于头部多次打击 所以他们必未寻找弹壳 但在得知事件结果后 鼠鼠们返回骇记录的现场 开始寻找弹壳 他们仔细筛查了土壤和干草 并最终找到了一枚22口径的弹壳 不仅如此 鼠鼠们还发现了两个看似某种手枪 或步枪断裂的小金属碎片 在对发射筒进行弹道检验后 鼠鼠们开始搜寻22口径的武器 而在凯迪的社交媒体上 鼠鼠们注意到了一张 他正在使用一把粉红黑色22口径手枪的照片 这或许就是犯罪现场使用的武器 但为了验证这一假设 警方需要一份搜查令才能进入他的住所 当他们获得搜查令并赶到现场时 他们已经知道应该寻找什么 在搜查过程中 警方发现了近20种不同的武器 其中包括一把黑粉色的22口径手枪 在罗宾车窗上发现的粉红色涂料 与凯迪的手枪上的涂料相匹配 此外 手枪的上部有一小块被撞落 与叔叔们在犯罪现场发现的金属碎片吻合 专家得出结论 有人用枪敲打罗宾气势的窗户 敲打力度之大 以至于在窗户上留下了黄痕和涂料 武器也因此受损 但道检印也证实 犯罪现场发现的发射筒与凯迪的枪匹配 警方随后将凯迪带回询问 她成为了案件的主要嫌疑员 尽管如此 凯迪依然否认与罗宾的死亡有任何关联 然而在她发送给杰尼米的信息中 却指责她与罗宾诱染 在罗宾死亡前约8小时 凯迪给丈夫发消息说 我会自己处理这个问题 因此 鼠鼠们推断凯迪有动机 而且手头有枪 还有操作这种枪的技能 调查人员决定再次询问杰尼米 而她又一次改变了自己的证词 现在她声称 她和罗宾在亥气炉见面 他们坐在车里 突然凯迪出现了 让他们措手不及 据杰尼米说 凯迪和罗宾开始争吵并打斗 所以她上车离开 把他们两个人留在了一起 杰尼米表示 当她离开时 罗宾的SUV窗户没有任何损坏 杰尼米认为是在她离开后 才发生了后面的事情 在审问中 凯迪告诉调查人员 那天她娶了朋友家 比喻她又晚上11点离开 但她的朋友没有确认这一点 她无法给出确切时间 但估计凯迪是在9点或10点左右离开的 因此她有足够的时间去犯下罪行 凯迪还声称 当杰尼米说自己在嗨气路上发现她和罗宾在一起时 她撒了谎 至凯迪所述 那天晚上她根本不在场 凯迪承认他们之间存在着矛盾 但她说并不希望罗宾死去 她要求调查人员让自己接收测谎测试 以便他们能确信自己所说的是真话 尽管大多数刑事法庭不将测谎测试结果示为证据 但警方通常使用此类测试来确定或排除嫌疑人 凯迪接受了两次测试都没有通过 因此调查人员决定检查她的手机在犯罪时的位置 他们发现凯迪的手机在罗宾死亡的同一地区 而且是在犯罪发生的同时 基于这些证据和弹道检验结果 警方逮捕了凯迪并指控她杀害罗宾 然而凯迪继续坚持自己的清白 她在献剑狱中等待审判的时间超过一年 直到当局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新发现 才意识到他们关错了人 利用手机信号她 确定手机位置存在很大的误差 然而使用WiFi跟踪手机位置的数据误差 仅为100米 结果显示凯迪在案发时并不在海记录上 于是当局从监狱释放了她 凯迪在监狱中度过了466天 很明显凯迪是无辜的 但这并没有改变有人用她的黑粉色手枪 射杀了罗宾的事实 既然不是凯迪 嫌疑就落在了另一个 可以接触到这把武器的人身上 那个人当然是杰里米斯·皮尔伯尔 也许杰里米对警方所说的一切都是精心编织的谎言 目的是为了让凯迪背伤她自己犯下的罪行 而凯迪也意识到她是因为丈夫而入狱 所以准备帮助当局将杰里米绳之依法 凯迪告诉检察官 他不相信他们的城市没有监控摄像头 当局加大了努力 找到了银行大楼上的摄像头录像 录像写示 2014年4月7日晚上9点21分 监控录像捕捉到杰里米斯·皮尔伯尔 家车经过银行 他正前往亥气路与前妻罗宾见面 录像还显示 晚上9点50分时 他家车返回 而此时 当局认为罗宾已遭遇不测 然而警方缺乏更多证据来提起指控 他们接受了杰里米的前女友 杰西·卡和夫曼 他表示 如果能得到保护 愿意提供重要信息 在获得保护承诺后 杰西·卡回忆起与杰里米的一段对话 当时由于恐惧 他没能及时向当局投入 杰西·卡在2014年的陈述中提到 杰里米曾向他抱怨与罗宾的纷争 以及他无法见到孩子们的困境 杰西·卡建议他通过法院争取探视权 但杰里米却表示会自行解决 他表达了想要永久将罗宾 从他们的生活中抹去的想法 杰西·卡泪流满面的回忆 杰里米提出如果罗宾头上有一颗子弹 一切会更好 而仅仅在这场对话发生五天后 罗宾就被发现死于路边 而且是头部中弹 这句也非巧合 杰西·卡哈透露 杰里米曾威胁说 如果他敢泄露他们的对话 他会成为下一个中弹的人 案件调查中 杰里米斯·皮尔博尔更改了四次证词 每次都是不同版本的叙述 显然他陷入了自己编制的谎言网 在一次审讯中 杰里米提到 当他留下罗宾和凯蒂在氦气路上 自己开车离开时 罗宾的SUV窗户并无损坏 然而当他向警方提及此事时 他不可能知道专家已在窗户上发现划痕 等调查人员询问他如何知道这一细节时 杰里米回答说 他在办公室附近看到了罗宾的SUV上的划痕 但这是谎言 在汽车被停放在办公室旁之前 窗户已被移除送往实验室 因此 杰里米只有一种情况下会知道窗户上的划痕 就是划痕是他自己留下的 另一个关键点是 在搜查斯皮尔博尔加时 杰里米在警方查获了那把粉红黑色手枪时的反应 最初的版本是罗宾斯与顿气打击 只有在确定罗宾斯被头部枪击致死后 调查人员才获得搜查令 然而当时并未透露此信息 凯蒂回忆说 当调查人员搜查他们的家时 杰里米告诉他 警方带走所有的武器 这意味着他们知道罗宾是因头部枪伤而死 而这一信息 他只可能在自己是凶手的情况下知晓 这表明 杰里米是一个精心策划了除掉罗宾 并试图栽赃凯蒂的冷静人物 唯一登记在凯蒂名下的武器 正是那把显眼的黑粉色手枪 而这正是杰里米的全部计划所在 他带着这把枪去见罗宾 夺走了他的生命 并确保罗宾的SUV窗户 留下了粉红色的痕迹 杰里米并未从犯罪现场取走蛋壳 因为他深知 他将成为关键证据 杰里米回到家后 将枪放回原位 他知道不久后 当局会带着搜查令来到他们家 他的计划几乎完美 但还是出了差错 调查中发现 罗宾的钱包不仅有他的社保卡 还有孩子们的社保卡 而这是最终在杰里米的车内被发现 这对他极为不利 在杰里米的审判中 凯蒂作为空方证人出庭 他告诉陪审团 杰里米曾抓住他 将他推到家里的墙上 并表示他已解决了问题 凯蒂向陪审团表示 这场对之发生在他询问 杰里米关于罗宾死亡的情况后 他认为这意味着丈夫承认自己杀害了罗宾 后来在接受采访时 凯蒂还向罗宾的家人道歉 因他在罗宾死亡中所扮演的角色 即使他没有亲自口动扳机 他也知道自己应该要负上责任 在乘词结束时 别护律师表示 他担心陪审团会因为案件处理得太久 而急于做出有罪的判决 他说 人的本性会告诉我们 这个案件必须要有个了结 必须有人要为此负责 但我的担心是 你们会重复过去的错误 别护律师声称 证据仍然指向凯蒂是真正的凶手 并希望陪审团认真对待 陪审团经过近三小时的审议后 最终判定杰里米斯皮尔博尔有罪 2018年1月 怕被判处终身监禁 并被罚款10万美元 2046年将有权申请驾驶 审判结束后 杰里米斯皮尔博尔多次试图上诉判决 但均已失败告终 目前他依然在监狱中复兴